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 清明一到 气温升高 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 故有清明前后 种瓜种豆 植树造林 没过清明的浓烟 关于清明节的历史渊源 有趣的习俗和传统美食 关于清明节 你还需要知道这些 到了现代 各式各样的新潮方式和祭品总是不断突破人们的想象力 前年是宝马乡车 去年是民间护照 不知今年又该出现什么新品 不少时髦祭品与清明的文化内核背道而驰 面对清明节潮流祭祀时髦祭品的无厘头解构 我们绝不能一笑而过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既传承又简易而有效的拜山祭祖呢? 一 应该购买的最基本的祭祀用品 香 蜡烛 烟酒 衣物包袱等元宝纸钱 二 拜山祭祖的基本流程 一 上香 将三只香点燃 跪拜 然后将三只香插在墓碑前面的香炉 如果没有香炉 也可以用红薯切成厚的饼状 然后将香插在上面 最好不要插在土里 千万不要插在墓碑的后面 更不能插在坟包上 二 蜡烛 将两只蜡烛点燃 分别插在香的两边 也可以用红薯切成厚的饼状 然后将蜡烛插在上面 最好不要插在土里 千万不要插在墓碑的后面 更不能插在坟包上 三 焚化元宝纸钱 在坟头焚化的元宝纸钱 祖先是可以收到的 四 对于生前喜欢喝酒的祖先 将三个空酒杯放在墓碑前 满上三杯纯粮食酒 注意一定要纯粮食的酒 然后将酒瓶放在旁边 跟祖先说句话 先给您满上三杯酒 好喝的话自己再添 千万不要将酒倒在土里 那样祖先是喝不到的 五 对于生前喜欢抽烟的祖先 可以去祭祀品店买些香烟 三 或跟其他爱好有关的祭祀品 六 焚化祭祀品 祭祀品店均可购买 七 清除焚包以及四周围的杂草 填平坑挖之处 用干净的抹布将墓碑擦拭干净 均表示家族后人对祖坟的重视 护族有利 三 注意事项 一 早上9点至11点 为拜山祭祖的最佳时间段 二 祭祀完毕下山 不要回头 三 其他如燃放爆竹等流传已久的 民间习俗跟上述并无冲突 四 一定要注意防火以及生态保护 五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家 因本身已近夕阳 阳气已弱 拜山祭祖亦损自身 故不建议参加 清明节扫墓最好选在正日 早上任何时间都适宜去扫墓 只是避免太阳下山以后 因为阳气已逐渐消退 阴气逐渐增长 若是时孕第一的人 很容易会招惹阴灵缠身或骚扰 通常来说 怀孕的妇女要避开扫墓活动 因为祖先最疼惜儿孙 他们会去摸孕妇肚里的胎儿 如果胎儿小气 此举将会影响胎气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拜 他说那就尽量不碰坟墓 也不能跪拜 清明对于仙人来说 犹如过年般是个喜庆的大日子 所以不鼓励子孙扫墓时 穿黑色和蓝色的衣服 他说黑色和蓝色 通常是智丧时穿的颜色 祖先会不喜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点赞 请不吝点赞